当一个国家违约时,它将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,包括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信用等级下降,国际社会的信任减少国内经济的崩溃,以及社会稳定的威胁,下面将会深入探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可能的后果。 首先,当一个国家违约时,在国际金融市场上,该国将会面临着严重的信誉问题和风险溢架,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将会对该国的债券不再信任,如果他们曾经购买过该国的债券,那么他们的财富将会遭到严重的损失,而且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,如IMF和世界银行,已将会失去对该国的信任。 这些后果将会导致该国的借款,成本和资金成本大幅度上升,其次当一个国家违约时,其国内经济也将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打击。 该国的货币将会贬值,通货膨胀率将会增加,同时该国将会失去一部分外国投资,这将会导致资金短缺,经济衰退和公司倒闭等问题。 而且由于对外投资受到限制,该国也将会面临着高失业率的问题,这些问题将会导致人民生活水平下降,社会不稳定,以及基础设施的减少。 此外这些问题还可能导致更多的财政问题,如政府财政赤字和外汇储备的减少等。 再者当一个国家违约时,会不可避免的会导致政治动荡,公众对国家政府和金融机构失去信任,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情况将会增加。 ! 字幕志愿者吏订阅优优独播剧场——初次